你既然选择了做美术这个事情的话 那都一定要坚持下去 付出多少就会得到多少 我叫邓文燕 没有二毕业 辅中读了四年 大学读了四年的优化专业 现在目前主要是从事实际上 色彩的一个主要教学 一开始还没有毕业的时候 出来坚持主要是为了赚点生活费 然后慢慢地感觉 教美术给自己比较愉快 比较喜欢这个东西 然后把学生教出来 自己也很有成就感 很满足 就这么多一干都干了十几年 上课比较负责任 然后就是改话呀 给学生讲课呀 都比较细心 能够多年来跟学生的关系 一直都是上课的时候是老师吧 然后下课的时候是朋友 把学生当自己的弟弟妹妹 对于调皮的学生的话 一般来说 处理方式还是更多的是跟他们推行制服吧 然后像兄弟一样跟他们去交流 平时没有特别的烦恼 唯一能称的上是烦恼的话 主要是学生画面没打到要求 集训期间工作时间比较长 然后长期工作到晚上十一点点吧 平时有时间都是陪瓦尔刷吧 带着瓦尔 中午的话一般都是要回家 最主要的原因都是中午回家 要看着瓦尔 因为晚上回家又太晚了 中午要是不回去的话 你晚上回家瓦尔又睡了 相当于那一天瓦尔都没看到个爸爸在哪里 平时除了花花之外的话 比较喜欢打耳鱼毛球啊 有点长耳锅啊 工作上的话主要是对学生要负责吧 对学生的前途负责 既然你选择了组美术这个事情的话 就一定要坚持下去 然后不管你是被迫的还是自由的 如果你是被迫的你要去迫的 被迫自己是喜欢的一个东西 你迫迫的人家人家人家族的事情 喜欢这个东西了 那么你肯定会被迫的回报 我始终相信就是付出好多 他必然会被迫的好多 提醒大家就是靠上自己理想的所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